所以我们刚才这个尺寸同样是台规的单位 就是台字规范里面的单位 你要记的话先从一台分开始记 其他用推的 一台分精确是等于3.03mm 我后面写的大约3mm 是师傅在实作的时候方便实作 方便记忆跟苟同他用3mm 但是你还是要记这个3.03mm 这样我们计算才不会有一点误差 再来一台分等于3.03mm 一台寸会等于10倍的台分 所以一台寸等于10台分 那你记什么 你记公分就好了 他是等于30.3mm 那换算成公分的话就3.03mm ok 好那接下来一台尺 一台尺就是10倍的台寸 对不对 那我们等于多少 等于30.3公分 ok 我就记这一段 那一台帐等于10台尺 等于303公分 大概3公尺左右 我们现在做这个家具的时候 现在用不到他 所以你要记的话 先记这前面三个 一台分等于3.03mm 然后一台寸等于3公分 一台尺等于多少 30公分 就是3.03公分 30公分 这样 ok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当你把这个尺寸 大概有一点观念之后 我们看一下单单单人床的平面图 它的这个图块尺寸是多少 来看一下画面上 对单人床在这个台字规范里面 台规 ok 好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厂商了 它通常都会写一个标准规范 它通常都会写一个标准规范 就是3.5尺 3.5台尺 3.5台尺 懂意思吗 3.5台尺 不过通常这个台字会省略掉 然后乘以多少 它的这个深度是这个6.2台尺 也就是说3.5尺乘6.2尺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那你说那3.5尺乘6.2尺 如果说你在这一个其他国家 如果它用mini的话 你再把它转成mini 再来乘以10 那我们现在先用公分为单位 这样懂意思吗 ok 3.5乘6.2的部分 ok 那3.5你这个换算的结果等于多少 对 你给它四者无助之后呢 我们可以变成大概105到106之间 105到106之间公分 然后这个6.2乘以 就说6.2换算成公分的话 就大约是188公分 我等下算给你看 88公分 这样懂意思吗 那你怎么怎么怎么算呢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做一个单人床对不对 像这样 做一个单人床 我们做平面图 ok 同意单人床 那这个单人床的这个最大范围 里面的 里面的这个摆设的部分呢 我们后半段再用这个 AutoCade指引去做 你想要先知道最大的范围 同意这里是 多宽呢 多少 同意3.5台词 3.5台词 这样懂意思吗 ok 那等于多少 106 这个公分 这是大约 懂意思吗 好 那这里到这里的这个长度呢 就是6.2尺 注意啊 这是标准的呢 我们还没做那个加大跟加宽 有些Queen Size跟King Size还没做嘛 那是188公分 所以标准的话就这样想 这样懂意思吗 OK那如何计算呢 来看一下 那个你要计算的话 你可以去执行这个上面 这里有一个叫做工具 同样工具 下式功能 下式选单的这个 下式这个功能表 这个工具 同样工具你去执行什么 你去执行这个 选项版 OK 好 那这选项版的部分呢 我们去执行这一个快速计算器 就是科学用的计算机啊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window里面 所提供的小算盘也可以 那我用autocad里面的计算机 你就给它执行 这样的意思吗 好吧 计算机把我把它放到这个 适当位置来 放在这因为这边都是板树 我把它放在这里 放在这边好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好 OK 那你看 你看 你看哦 我先给它按CC 就是取消嘛 OK 好 这里啊 这里 你看一下 3.5台词等于多少公分 同样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过吗 你看这里 我们刚刚 我们你看台词啊 一台词等于多少 等于30.3公分嘛 同样那3.5台词 是不是要乘以30.3 才会变成公分嘛 所以你就把这个圈起来 你就打断 打这个 3.5台词 OK 然后乘以多少呢 换算成公分嘛 乘以30.3公分啊 因为一台词等于30.3公分嘛 所以3.5台词再乘以30.3 按等号等于 你看是不是106.05 这样的意思嘛 那我们都取整数啊 所以106.05 那大约等于106 就106 这样的意思嘛 但是有的厂商都会写105 没关系 同样我们这就是3.5尺 它是一个规范了 OK 好 同样是这样来的 这个106 那6.2大家算一下 同样比如说按C concel把它取消 那你就打6.2台词 那你要换算成公分呢 乘以多少 乘以30.3公分 OK 然后按等号等于 你看是不是187.86 那187.86公分 就四折五路之后 我们取整数啊 就188公分 约等188公分 这样来的 OK 所以等一下画一个矩形 我们待会画矩形 把目前图仁设为家具图层 画一个矩形 矩形的这个 这个X轴就是106 那Y轴就是6.2 这样的意思吗 它的单能床 这个最大范围的标准 单能床尺寸就这样给它截出来 这样的意思吗 OK 你先试一下这个单能床 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顺便练习这个计算机的位置 按工具 选项板 选择这个快速计算器 快速计算器 这样的意思吗 然后你就稍微算一下 好 那我们等一下开始先做单能床 然后做完之后再来做双能床 OK 双能床OK之后 我们就用单能床 跟双能床的这个尺寸 用拉伸的去制作这个双能床的 加大尺寸就queen size 跟特大尺寸就queen size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一起 OK 大家先试一下这个 这样的一个练习 大家先试试看 来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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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